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故事医学会挑选的一则 很有历史性的文章 就是大家在小时候 一定在学校读过的文章 来做我们故事医学的发想 我们故事医学的精神就是 当我们在讲这些故事 或学习这个文章的时候 以前就只有一个轴线 有点无聊 但借由我们今天三位专家的认识 可以让这个文章 有更多的发想医学性的 心理学的等等这样的一个内容 让以后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更不孤单 更不乏味 今天我们请到第一位专家是 削毒素养的黄国珍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临床心理师陈平浩老师 大家好 第三位是家医科医师洪伟杰医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文章是哪一则呢 就是赫赫有名朱志青的背影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朱志青的散文背影 细腻地描述父亲为儿子送行的场景 深厚的父爱在日常生活中表露无遗 也带着儿子感受到父亲日渐衰老 无法长半左右的感伤 专家们又会怎么从这篇文章当中 看出新的知识点呢 勾起了学生实在的回忆啊 这个文章我从学生实在之后就再也没看过了 但是大家一听到就想到橘子 想到火车月台等等 好 我们今天待会儿 针对朱志青背影这个故事 有什么样的知识发想三个游戏规则 第一个我们发想内容要有科学根据 第二个要跟故事有相关 第三个就是要讲得有趣 因为我们今天线上会有直播的朋友 帮我们投票 当然哪一位专家你觉得讲到 真的是醍醐灌顶啊 赶快在他旁边按个赞 所以我们来统计一下票数 看谁是今天故事医学的得主 故事医学王了 第一棒就交给比较有经验的洪伟杰医师 这个故事的背影的部分 他最记得是爸爸从月台上 拿着橘子做橘子还散落一地 爬上月台爬不上去 其实我们合理的怀疑 爸爸又胖胖的身躯嘛 对不对 他是退化性关节炎 卡关了 所以爬不上去 有道理 所以爸爸不是不小心摔的 不是故意要制造那个情境 让我们的朱先生能够写篇文章 感人的一个情境 是因为他真的爬不上去了 大家知道退化性关节这件事情 就是随着年纪的变化 关节会慢慢地磨损 我们关节跟关节的中间 是重要的软骨 你每次在活动的时候 他们会一直磨 一直磨 动得越多 磨得越快 最后就磨掉了 所以就会开始活动的困难 只要一动就会觉得痛 这种退化关节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 老年人的一个专利 可是这几年还慢慢地发现 越来越年轻化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种退化的磨损 跟运动那些 以及我们的体重非常有关系 最 最严重的就是体重了 你的体重每多一公斤 像我们在下楼梯的时候 就会直接变四倍的体重负担 是 所以你每多一公斤 下楼梯四倍 那种盘腿做的话 甚至到六 七倍都有可能 有些是像运动比较激烈 过去的部分 我们就一直在讲说 很多人就觉得 运动的机能是要训练跟超越自己 所以他就运动得很激烈 到他都负担不了 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 才会更加地夸张地加强训练 所以有些人脚踏车 就要去踩那种一日双层 或者是直接去爬坡 可是在这爬坡的时候 的膝关节的负担真的是非常大 有些说他是弹跳力很好 篮球选手 像是Jordan的部分 很早膝关节就退滑了 因为他跳得越高 跌得就会越重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基本的简单动作就可以训练 因为关节是一些磨损的状态 你每次在动的时候一个活动 它就去磨损你的软骨 大家都会带户膝 户膝的作用是避免 它在动的时候有一些 摩擦的一些状态 天然的最好 天然的是自己的肌肉 去训练好 强壮固定它 它就会稳固 所以训练方式很简单 就是躺着 从我们这边的宽骨的部分 直接去抬高 大概是二 三十度左右 举起来整支 撑着十秒钟 换一只脚 十秒钟 再换一只脚 十秒钟 所以这样子大概是30次 30次 左右算一次而已 所以训练完之后 肌肉的强化核心肌群 它可以去保护我们的退化 当然有可以分享一个 近年来的一些新知 因为过去大家退化太严重 都是做一些手术的处理 给它置换 现在近年来政府有开放一些 叫做特管法 细胞疗法的部分 细胞疗法则是 我们用人体自己的细胞 去把它培养之后 再去治疗身体的一些疾病 现在近年来有开始 有一些疾病逐渐的开放 其中一种就是退化型关节 所以我们的膝盖有一块的软骨 刚刚好是在你活动的时候 不会摩擦到的 也不会去把它用到退化的地方 把这一块的取下来之后 做细胞的培养 培养好之后 再把它植入回去 放到我们的膝盖里面 接有一些特殊的技术的部分 它可以长好完整的一整块软骨 现在台湾其实大概有近百个案例 都还满成功的 曾经有一些人开了一只脚 后来另外一只脚也去开 后来两只脚开完之后 原本他搬家了 搬家原本是因为过去他家里 是那种滑下就是要爬楼梯的 爬到五 六楼 就真的没办法 因为太痛了 没办法这样爬 结果有时候他就搬到了 公寓的大厦 他原本住十二楼 结果一次等电梯等太久 他要开完刀觉得 我试试看 我到底可以爬几楼 因为人都是希望尝试 开完刀 我当然我要试试看 我到底能力恢复得怎么样 钱有没有花都放在刀口上了 这次我觉得应该重点是这个顏色 所以他就开始爬 那边讲电话边爬 结果转眼间老婆看到他 站在家里门口了 爬了十二楼 所以其实现在的技术 逐渐有一些新的科技的医疗进步 我们期待未来当然是 这个疗法越来越普及 效果能够很棒 毕竟天然的软骨 一定比患的人工关节还要来得好 可是回头提醒大家 朱爸爸 你该减重了 所以朱子欣的背影让我们提醒到 真的要爬月台还是要有健康的咖滚 不是 是不要爬月台 说点这 这不是正确的 你的骨骚吧 现在谁在爬月台啊 把他被嗶嗶就抓起来了 对 没错 好 如果你觉得洪医师讲得很棒 赶快在他名字旁边按个赞 我们下一棒就交给陈平尔老师 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们很多的作家 很多艺术家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寄情于书画 很多好像文人雅士 其实也是在很多艺术的这种创作 尤其是文章的部分 那这个寄情于什么什么 这个情我就在想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情怀 可能是情感 也可能是情绪 有没有一些在心理学上的意义 甚至是在健康上面的意义 这个就是我想要来看看的 那结果果不其然 还真的有研究是在了解说 当我们一个人在书写的时候 他对于我们心理上面的 帮助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 那大概这个故事就要说到 大概1986年 在美国德州那边有一个达拉斯 这样的一个城市 里面有一个大学 这大学里面有两个心理学家 那这两个心理学家 一个叫做这个Bill 那一个叫做潘纳贝克 总之就是两个心理学家 然后他们做的实验很有趣 他们就是找了这个大学生 46个人来 然后就把他们分成两组 A组跟B组 然后他就请他们做一件事情 A组这群大学生 麻烦你们接下来连续四天 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 写下关于某一些跟你情绪 或者是你个人议题有关的一些 比较深层的一些感受或想法 你就只要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一旦开始就把它写完就对了 那另外一组人 你就一样写东西 但是你写的可能就是 你生活当中的日常 就这样 然后写完之后 他就也不做别的事情 他就调查一下 你们这两组人都写那么多东西 写那么多天 我们就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 个人心理上的一些差异好了 就做了一些问卷调查之后 发现很有趣那些在书写自己感受 然后书写自己经验 或者是一些比较深刻议题的这些人 大学生 他们自己主观觉得 他们原本的存在有一些负面的 一些经验或情绪 好像得到一些缓解 甚至就是他们觉得 好像自己原本有的一些忧郁 或焦虑的问题 就得到一些改善 甚至是说有些人他还觉得 我好像主观上面的幸福感 也变得很不错 这是对照于另外一组的人 这个研究 后来其实被蛮多医疗的领域 在做一些不一样的运用 所以说这个部分 后来我们发现 它其实是 我们在心理学里面 有一个运用的领域 叫做表达性书写 表达性书写 它其实 它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去把你内心 非常深刻的一些感受跟经验 你可以把它试着书写出来 不管是那些 你个人觉得 是很忘不掉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负面的经验 或者是深藏在你心中的 一些想法或感受 你在书写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会牵涉到 写到一些重要的他人 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 甚至是跟你自己 但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把它完整地写完 它整个过程 大概就是期待 就是做这件事情 好 那你就会发现 这其实 好像透过书写 我们对于心情 或者主观的感受 会有一些帮助 甚至连症状 都会有一些控制 总之朱志卿本人 跟朱志卿的爸爸 透过写性 其实对自己的情绪 跟自己的身体健康 可能都是某种疗愈的效果 而且他们也不是 直接的互动 透过书性 也还有一种缓冲的功能 是 好 我觉得很棒 所以如果今天家里面的人 想要不带情绪之间 然后有沟通 也许写信又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好方法 写简讯算吗 其实他没有定义那么严谨 但其实你是一个抒发 对 好 如果你觉得 这个陈平老师讲得很棒 赶快在他名字按个赞 第三棒交给我 我要再讲另外一个疾病了 刚才 洪雨杰医师说 朱志卿的爸爸得的是 退化性关节 我个人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疾病 是更明显的 大家看到朱志卿这个背影的文章 到最后 他爸爸不是写信给他吗 说我最近身体平安 but只有我的肩膀 膀子疼痛的厉害 举着提笔都很不舒服 大概快死了 大趣之奇不原意 其实我们最后这句话 我们先不管他 他前面就讲了他自己的症状 就是膀子疼痛的厉害 我的诊断就是 其实朱志卿的爸爸 得到的是五十肩 五十肩很合理 光从名字就知道 五十肩常好发于 五十岁的中期 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五十肩这个病因 其实它真正的病因 叫肩关节周围炎 我今天拿一个东西 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是我在网路上的 一位YouTuber叫Sungus 他做的比喻我觉得很棒 所以不好意思 我就拿来用了 他说我们的肩关节 其实就像是 一个碗跟一根棍子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我的肩膀 所以当我们手抬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 这一个关节里面 我们可以自由地 前后左右挥动我们的手臂 甚至我们要抬高一点的时候 这个整个碗也会稍微倾斜 帮助我们把手稍微抬高一点 所以这整个肩关节 是非常非常的活动自如的 而刚才提到的五十肩 这个肩关节周围炎 或年年性的肩关节 这些囊炎 这些名词 意思就是它的 这个关节黏住了 你就想象这边 涂了一个强力胶 碰 黏住了 所以它现在 动哪边都是 就会痛 这边也会痛 前后左右都痛 这个就是所谓的 五十肩的病因 那在这个年龄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刚才猪宝宝所抱怨的 第一 疼痛 而且那个疼痛 连睡觉翻身 一个不小心翻身 动到都会痛 第二个是运动障碍 你要举起来梳头 很难 拿脸蓬头 很难 你上厕所要擦屁股 很难 那他刚刚说写字 其实写字蛮有意思的 以前 我们现在如果五十肩的人 写字可能还好 因为你就手放在桌上 以前拿毛笔 以前拿毛笔 旋碗 对 那应该很不舒服了 所以这个猪爸爸说 他连鞋子都有困难 这很合理的 第三个就是 你久不动之后 就连这附近的肌肉 都开始萎缩 所以你会发现 衣服脱下来一看 这边能动的这边 肌肉都还在 可是这边你看 背部的肌肉 就开始有一些萎缩 因为太长 这个没办法举起来 太不常动它的话 就会有这个问题 好 那如果今天我讲的时候 有些电视机前面的老人家 说不是老人家 中年了 五十几岁 那我好像是 我真的最近动起来 有点不舒服 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是看医生 请不要自我诊断 如果今天真的确定 医生跟你讲五十肩 他应该会教你这三招 这个复健的方法 那第一招呢 我们就请洪伟杰医师 帮我们示范一下 第一招叫做钟摆运动 好 那我们伟杰医师的左手 假设他已经得了五十肩 他是猪爸爸 左手没办法了 那么因为他抬起来会痛 可是我们又不能让他 永远僵硬在那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被动的 一些钟摆的活动 我们先找一张桌子 然后先把身体稍微往前弯 然后右手就放在桌子上 做一个支撑 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就自然下垂了 手上拿着一个轻轻的水瓶 你如果觉得痛 你就不拿水瓶也可以 那如果你觉得还可以 你就装一点点水 有一点重量 让你的这个换侧 左手这一支 有病的这支手能够自然下垂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扭一下 我们的屁股 那在我们身体扭动的当中 我们的手也会开始自然地晃动 那有些人 有些医生会教你 就是前后左右的 这样子旋转的晃动 也有些人就是说单向的晃动 总而言之 借由被动的方式 让你的手呈现这种钟摆的活动 让肩部的这个关节能够松弛 松开 这样这个动作 如果你做一做 觉得越做越痛 表示你方法错了 赶快找一个 去看医生 对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会 自己的肩膀开始 好 我要做运动 一二 一二 这样子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了 我们是要被动的活动 而不是你主动地去拉扯它 这是第一个 谢谢伟杰医师 钟摆运动 第二个也是被动地 让你的肩关节松开 叫做手指爬墙运动 我们现在这边没有墙壁 我就把陈品浩老师当作墙壁了 所以我的手指头 我就放在他的肩挺的背上 这个是墙壁 我不要让我的手举起来 所以我要怎么样 让他被动地被举 就是你用手指头去抠 所以当你在手指头爬墙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是放松的 但也不知不觉地就举起来了 OK 然后这墙壁可能可以举得很高 你就是往上爬 往上爬 到了最上面的时候 稍微做一点压伸 拉伸的动作 我们有前面爬墙 有侧面爬墙 后面的运动没有做到 我们就叫毛巾抽拉 现在看到假设我这只手是五十肩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这样子放着 我说我没有办法比站 因为实在太痛了 我没办法 所以我就只好这样垂着 可是我另外一只手 可以把我的毛巾往后撇 在自然下垂的状况下 我这一只受伤的这只手 我就可以轻轻地抓住 抓住的时候我肩膀还是放松的 那么我就可以被动地把我的手拉起来 虽然我没有办法主动地比站 但是在我的右手 好的这只手的拉的过程当中 我受伤的这只手 我就可以做到刚才我没办法主动比站的 这样的一个拉伸的动作 这样的话我们刚才从 从摆运动 从爬墙 从爬墙 从这个毛巾拉抽拉 就可以让这一个已经 这个叫什么 沾连的关节 能够做到适当的一些活动 而慢慢得到改善 这个就是猪爸爸要做的事情 好不好 不过猪爸爸在做这三件事情 同时也要控制你的血糖 因为你的血糖若没有控制好 你的发言反应就是还会常常复发 还有猪爸爸不要再情绪勒索了 对啊 很多老人家这边痛那边痛就说 我带坏死了 我带坏了 你知道吗 猪爸爸后来1945年才过世 他在写人的封信之后又活了20年 所以基本上凡事都可解决 信耶稣得平安喜乐 赶快在精彩的活你人生后面 虽然有五时间 但是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好不好 这是我今天讲的部分 如果你觉得我讲得还不错 赶快在我名字旁边按个赞 因为黄医师的理论 其实它非常有具体的数据 而且它从这个结构上面 生理条件上面讲得很清楚 而且它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从我们阅读里面来看 它有扣住文本 扣住文本里面的各个具体的条件 所以它的可信度是最高的 最后一方就交给国正老师 是 这篇故事 我们以前小时候读过 有的时候还要背 对 那没有悬念 这篇文章的主旨在讲什么 就是父爱 对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脉络很有趣 就是他里面 前面半段是讲 朱志卿对他父亲 家里面所遭受的巨变 然后最后他父亲 要跟他北上 然后在送他的时候 他对于父亲找查房 带他去车站 反反复复又给钱 然后又怎么样 然后最后就只丢下一句话 就是 于 于府的于 所以其实代表着说 朱志卿其实对他 父亲的这些行为 是认为好老派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 那回来这篇文章你仔细看 它其实是一个 他接到父亲的信 回想两年的事情 所以后面反而在 这个回想的过程里面 去看到他父亲 去买橘子 然后爬过了这个月台 然后他拿到橘子 他掉眼泪 他不敢让父亲知道 所以这里面很有趣的是 他自己把那个 对父亲的那种感情 给压抑下来 那坦白讲 这两个角色都压抑 父亲其实是爱朱志卿 但是身为那个 老派时代的那个 淤的被朱志卿指为 淤的那个时代的男人 不会轻易表达出 孩子你爸爸爱你 你又记得写信回来 他就很压抑地撑住 可是他用那个 非常麻烦艰困地 翻过月台 去买橘子的这个过程 去展现他对朱志卿的爱 那朱志卿也把自己的 情感藏起来 他哭也不敢让父亲知道 所以这麻烦的地方 就在这边 我们其实大部分 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跟心理上所拥有的感受 我们都压抑起来 越亲近的人 其实压抑的越深 所以这两个压抑 到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兴趣在网络上面看 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相对的紧绷的 好 所以我在这里面 其实要提醒的 也是在我们 从阅读上面来看 就是我们要去理解 对方的时候 其实要从现象上面 来探讨背后的原因 在故事里面 要从故事的情节 角色的内容上面 去理解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把这个能力 放到真实生活的话 每一个人就是个文本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事件 可能它都是一个文本的呈现 但它反映的是问题 反映的是背后的诚意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 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沟通出来 试着也去了解 对方背后 有这个现象 有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 那我想我们就不会卡住了 我们身体也不会卡住 我们心里也不会卡住 对 我觉得在过去那个年代 把这个文章 直接这样大剌剌的 没有前文 没有后语的 就放在教科书里面 其实它只是 要把那个孝道 这个标签贴在你的头上 我们所有的选文 都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对 但其实刚才的讨论 是更有意义的 忽略了人性的内面 而且有了这样子 文章看到 朱志卿对于父亲观点 上面的改变 才能够真正反映出来 朱志卿的成长跟父爱 一直存在只是过去朱志卿 不了解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郭真老师 每次讲到文章 大家都觉得 就应该这样子阅读 是 所以如果你觉得 郭真老师讲得非常棒 赶快在他名字旁边按个赞 这真的是让我 从以前到现在 对于这个文章 有更深诚意的体悟 所以我觉得他讲得很棒 我们今天四位专家 我们今天青色都男性 对 好 四位男性观点的专家们 都已经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 讲了很多的知识点 还没有投票赶快投票 我们最后统计一下票数 谁是今天的故事医学王呢 当然还是要自己 我讲了这么的专业 而且新的技术 新的医疗科技 这么的特别的东西 我都蛮看好黄医师的 因为黄医师准备的东西 其实都很实用 然后又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黄医师 这一集应该就是黄国珍老师 好 票数统计已经出炉了 我们今天这一集 朱志欣的背影的故事医学王 得主是 黄国珍老师 耶 黄国珍老师好像第一次来 对不对 就是故事医学 有 上一次长发公主 对 对 那就我们都说本来说 第一次来的时候都会得奖 但没有 你是平时力得奖的 耶 好 今天希望大家都很有收获 如果你希望我们节目 帮你做什么样的故事医学 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团留言 我们今天节目到今天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